大家好 又是我馬寶 時間過得很快 差不多又到季尾了 上個星期三 我提供過馬寶 很可惜 跑第二 第三 沒計算了 雖然美軍過了關 但是在馬寶來說是輸了 嗨 大家 明天我們還會駕駛在香港 回到馬寶 回到馬寶 我失敗了 我失敗了 有競爭 我無法做 全都依靠幸運 好了 說回到馬寶 就有點可惜了 不過 跑第二 第三 那些應該是很難贏的 跑第二 那個就是 我就說那隻比較冷悶 應該是有機會爆的 我也有補回的 有補回一號的後馬寶 可惜了 他跑第二 都沒話說了 希望明天 那個口馬寶 希望重回 已經是連續三期了 也可以看到 本來也有幾千人看 現在就跌下來了 因為你做不到成績出來 就沒人看的 不過這個是現實 都是應該的 這裏就是其中一條票 證明我有賣了 沒什麼東西的 我希望 接下來這個禮拜日 可以做一個成績出來 不過 到馬 很多時候都是講運的 沒話說的 群組裏面 有一個叫Jonathan 他就蠻幸運的 他就是順著 超進自己 這隻是六號 他單獨買了Win 我們可以看到 他買了五百元Win 真的是Win 錢賣又多 有時候我都在說 買Win和Paylist 分別呢 他看到 直接買Win就算了 如果再買Pay 有時候賭馬就是這樣 輸就是輸 你選哪隻馬都是 沒有分別的 你把他跑指定一二三四 派進來都很難的 並非是二次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把那隻超進之技 我都是看得很盡的 其實這兩次的成績都OK的 對上那次跑第二 就是選最後那隻 這次跑第一 可惜射上去是射不到的 那這個讀贏呢 他就排二十四個半 成五百元的話 不是賠得很多 那你都有一倍多 接近1.5了 其實都不錯的 老實說 那我就不買 讀贏WinPay 真的少買 這樣呢 我就是買馬步 所以呢 五百元 我就未必 他買得下 不過香港呢 很多人都買得起的 那就是我自己賭馬 一直都說 少賭疫情啦 那我做不到的 那那個後馬步呢 就一號成賽了 跑第二 九號呢 那這條維持Q呢 都幾好分的 那還有呢 那這條維持Q呢 那天其實 其實都可以買的 那條維持Q呢 有成一百三十四萬元 如果四川六計的話呢 你都是有錢贏的 那 那我也 那這裏多謝Johnny佛啦 就是贏了 那發個短訊給我 那我也很開心 我都很開心 我都替他開心的 贏了錢 那我希望 如果過下 如果是贏了呢 有可能呢 就發給我啦 那我也替你開心的 那那個超進知己呢 就贏得很漂亮的 人家 那去搗余 就抽上來 然後省很多位 莫蕾拉真的會少給他 不過呢 那天呢 也就是羅富泉 就好像四場頭馬 所以現在 塞陽和羅富泉 就很精彩的 那就算兩個馬房你要選 選得中都不是意思的 因爲 每個馬房都有派七百隻 那你都難選的 所以 那未來這個禮拜呢 我都是看好他們兩個 會不會是 蔡越向強一點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看上去那些馬 真的好像 它會吃香一點 不過落富泉都不弱的 所以賭馬 有時候好玩就在這裡了 希望你們位置這兩個馬房 希望你捉得很棒 我又是會位置這些馬房來買的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我都已經選了 我選了第七口馬步 第七口馬步 首先先說 第七口當然最重要是第八場 第八場我選誰呢 我仍然都是選莫萊拉的 因為為什麼呢 始終它都有一個鬥志 跟潘頓繼 田提安真的穩妥很多 為什麼要爭取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雖然它的錢不是很多錢的 贏了都 但是事實它的鬥志是最強的那個 我這次選擇這個名字都好聽的 叫色贏 我已經是連續兩次中它的馬步了 希望這次是第三次了 那我就會是射上去的 色贏呢 真的贏得很輕鬆的 真的是超班的 那我估計它這次呢 都是應該是 而且當然是放頭碼 前面放 可能後上都可以的 沒有人知道的 那看起來呢 它就是挺厲害的 那連續跑兩次呢 都是前面的 有前速 又有賣後勁 那上次黏地都很厲害 那我還知道你明天下不下雨了 那這隻馬一定是怎樣的 所以就很穩陣了 那你會不會買重頭碼呢 那你自己那一刻想 我又未必買的 我就將它射上去 那我每次都是選差不多四隻的 都試過有幾次都是選三隻 那這次呢 我都不例外了 就選三隻 就是不會說每次是四隻 那為什麼會選三隻呢 就是覺得無謂浪子彈 賭錢最重要是省錢 又可以拿回本就可以了 那我選了哪兩隻呢 那就不用說了 那現在呢 莫雷拉那隻呢 就變成了慈爾滿 勁駁 那就是蔡約翰的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 高東利馬放的 美麗同享 找潘頓騎 那它是第二檔 那這兩隻馬呢 美麗同享呢 就可能可以叫做未見曬底的 那麽理論上呢 是不錯的 那麽但是這隻勁駁呢 也不是弱的 也不是說完全見曬的 不過呢 那個成績呢 就是開頭呢 第一次跑就跑第二 跟著有兩次第三 那這隻馬就很穩陣的 那跑馬呢 就很多時候都有意外啦 那我沒有人知道啦 兩個大騎士都是騎 所以它是三倍 暫時經過 那理論上應該都是遲滿的啦 因爲美麗同享呢 看這個成績呢 就會是好過它 所以頭馬呢 就應該是這兩隻的 那但是跑馬呢 始終都有爆冷的嘛 那什麽叫爆冷呢 那就看了 那我覺得呢 除了這兩隻 頭馬就一定是這兩隻 那如果真的 它兩隻輸了的話呢 那會是哪一隻 會是爆冷呢 那這個真的要猜的啦 那也要講運氣 那我就呢 我就選呢 就選出有是蔡宇翰的 那勁駁就是蔡宇翰的 那但是有隻冷馬呢 就是加里騎 那因爲它的磅位真的很輕 第118 那就銀池叫 那就排第三檔 那它都是可以在前面 以前潘頓呢 就是試過 莫雷拉兩個人都試過了 1200米 就是1400米 那都是在前面放頭的 那這次這麼輕 又是在前面放下放下 那真是有意外的嘛 如果被它放得到呢 這個媽寶就多一點錢 不可以和味啦 因爲它現在都有13倍的 那剩下它呢 那就不同馬放啦 羅浦泉 適贏就 那適贏就大熱啦 那起碼都有百多元啦 那我丟三十元 如果駁到那隻冷的話呢 那就有百多元啦 那如果那兩隻是 那是二門跑出來的 那就可以拿回一半啦 那我覺得呢 那機會率都很大 那還有呢 那再說呢 就是會贏呢 那應該就是很大機會再贏的 那你如果是射媽寶呢 那上次呢 那我又射了的啦 超盡知己有隻 那射了後面 我射了三隻都不中 所以倒馬的東西來講 那你三隻啊 那想著都安慰獎得拿啦 那真是不中就是不中 那天我的運氣呢 我就知道自己就一般啦 因為頭關這樣輸的話呢 射關呢 過到都沒有用 那就算過後過到 射在下面那後媽寶呢 我都是打定 打定輸數啦 因為我覺得我那天的運氣 真的不行 你知道人的運氣 真是很奇怪的 嘿嘿 你連個買都可以中 如果你有運氣的話 那這個呢 就是沒得商量的 所以你們這裏呢 我看到有些人呢 看到我不中啦 那又走了啦 就是本來有訂閱的 那他都會走的 那其實情有可原的 因為事實理是不行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手為有刀刀刀刀 你應該都知道的 我是有做過功課的 那變了呢 並非是立戀的 那而且呢 我是自己有買的 那我又和你分享呢 就是因為 我都希望大家贏錢 我 不可以說我贏很大的錢 那但是都叫做有錢贏 那 而且我一直都說啦 那馬會的錢都不是我的錢 有本事拿就拿啦 所以你有本事台就台啦 那所以我希望呢 不過呢 我就覺得這下馬會 我應該有很大機會中的啦 那如果你認同的話呢 就買10元 8元就買下咯 不需要買這麼大的 那這個 Race 7 Race 7, I pick up number 4, number 6, number 8 Race 8 will be number 4 头关就是4号,6号,8号,比关就是4号 希望大家赢钱 我觉得这一口猫宝都很大机会受钱 那你当客人觉得对的,会赢的,你觉得赢的 可以赢的,你就选择在后面,选择两个 一只莫雷拉,一只潘顿都可以了 再不是的,你隨便99倍都可以的 OK,没人知道的 赌卖这件事真的讲运气的 另外,如果你想加入我的群组,我就给你一个QR Code And this is my QR Code If you like it, you can join me And we can talk OK,这个是我的QR Code 没有收费的 大家自动吐合的 可以走上来,聊聊天 分享,你赢了钱,分享都不要紧 OK,祝大家好玩,拜拜 OK,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